汪洋大海中一艘雨船捕到大量渔获 但雨群中却混入了诡异的东西 让渔民们满脸恐惧 我是NG 今天要来说鱼 女主角小沙 跟男友小中的知名科学家叔叔老柳 接到了海边别墅 带着两名好友 戴眼镜的A子跟热情奔放的B子 一起去度假玩乐 秋天晚上回到别墅时 三人闻到一股 好像食物腐烂 或动物尸体一样的臭味 下一秒他们就注意到 有个东西在屋内 用超快速度跑来跑去 咻咻钻进一旁柜子后方 比较大胆的小沙 就推动柜子压包那东西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只长脚的鱼诶 什么鬼东西啊 下属人了 而且腐烂臭味 就是从这东西身上发出的 又饿又臭 就跟肥宅一样 隔天一早 更恐怖的事发生了 一只臭到不行的大鲨鱼 竟然走到别墅旁边 装波波离冲了进来 鲨鱼还扑倒B子 用诡异的尖脚刺伤它 幸好小沙鼓起勇气 拿椅子砸向鲨鱼 吸引它注意 并等它冲过来时 迅速闪到一旁 让鲨鱼停不住地 撞过窗户摔到楼下 小沙看向窗外 想确认鲨鱼究竟挂了没 却看见外头 竟然有成千上万 会走路的鱼在狂奔 这些步行鱼 从海中不断出现 冲过沙滩 拼命往城市的一炮 没几个小时 城市里就到处都是步行鱼了 更可怕的是 这些怪物连开数十枪 都无法击倒 小沙看紧张车 是告诉小忠 要它多注意安全 但步行鱼 移动的速度有过快 已经抵达小忠所在城市 让它发出了 啊啊的尖叫 担心小忠安慰的小沙 就立刻收拾行李 搭飞机回去 并跟同座的记者 聊起步行鱼 小忠老条的事情 很快的 飞机就抵达目的地上空 可外头的景色 就让所有人惊呆了 外面全部都是步行鱼 密密麻麻的塞满整个地面 就连机场跑道上 也全部都是 开飞机降过困难 差点就击毁人亡了 平安回到机场大厅后 记者收到高层指示 要他去找老柳 询问步行鱼的事 记者就决定跟小沙行动 来个顺藤摸瓜 找到小忠 再找到老柳 没想到的是 列车轨道上 也全被步行鱼入侵 导致列车出轨 反复死伤惨重 小沙跟记者运气好 只留了点血而已 之后两人回到地面 却发现这里 也如地狱一样 到处都是步行鱼 在攻击人类 地上满是鲜血鱼死人 两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逃脱追杀来的步行鱼 可是又超倒霉 遇到一只步行章鱼冲来 把小沙五花大绑 来个触手不累 还危险记者找了辆车 怂怂怂的撞飞章鱼 才救下小沙 另一边 被步行鱼刺中的鼻子 身体产生巨大变化 整个人变得跟浩克90%像 嘴巴跟屁屁 不断喷出恶臭瓦斯 原来 不知道是鲨鱼还是刺有问题 自从被刺伤后 鼻子就慢慢变成这样 而鼻子也因为巨大改变 导致心灵扭曲 不停追赶A子 像疯了一样的伤害他 吓得A子用一旁硬灰缸 请他吃一顿粗饱 之后不行于在短短数天内 入侵到国家的每个角落 不断散发如腐尸般的恶臭瓦斯 警察军人完全蒙不过来 害怕的民众也纷纷开始逃跑 或是到处趁火打劫 导致社会秩序彻底崩坏 国家在一气之间就濒临灭亡 而政府不知道在做啥 什么情报都没说 目前人民只大致知道 步行鱼的身上又检测出病毒 人类也会感染变化而已 隔天 步行鱼的鱼 大概承受不了体内大量的瓦斯吧 一个个蹦的爆炸 鱼身下的机器 则像有一事一样的 开始将人类当成下一个宿主 用病毒感染人类 让他们吐出瓦斯 在整个寄生上去 把瓦斯当成动力员 小鲨为了找到小钟 就带记者来到老柳家 可到处都没看到人 好不容易找到老柳留下的研究资料 小鲨才终于知道小钟去向 步行鱼又是什么 原来 老柳找到样本研究 得知如果被病毒感染 只有写下受伤部位才能抵抗 步行鱼的机器部分 主要是由活塞跟气缸构成 从管子送来的瓦斯压力 引发活塞运动 让渐渐地搅动起来 感染病毒后就会大量产生瓦斯 目前找不到解药 老柳怀疑 就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 军队秘密开发的病菌武器 从于身上发现了编译的未知病菌 能在动物体内剧烈产生瓦斯 味道就像人类的石臭 军队想把这气味当成武器 但被感染的动物 很快就会丧失运动能力 所以军队找来专家 研发出靠瓦斯压力行动的步行机 可完成的机械 在运送途中被敌军集成 永远消失在海里了 至于阿中马 是感染病毒 体力不值地昏倒了 小沙马上分析出 老柳拍影片的地方 就在楼下的实验室 便瞬间一动赶过去 找到已经好客化 被安装在步行机上的小钟 这时 老柳神呼唧唧跳出来告诉他们 这个机器是我做的 瓦斯病毒能跟它完美结合 实在太伟大 太了不起了 将来肯定能开发出更多功能啊 没想到的是 失去理智的小钟 一看见小沙就暂时恢复状态 用尖刺戳爆把它改造成这样的老柳 咻咻咻逃出实验室 迅速追到外逃的小沙 发现这时候的世界 已经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不和常理的机器越来越多 不明原因地不断抓捕人类 而且操控一切的 不是鱼也不是机器 是那些瓦斯的样子 瓦斯好像有意识一样 聚集成一股力量 将人类感染 抓不到机器上 就好像外星人 派来毁灭人类的武器 两人还遇到一个 用感染者来表演的马戏团 感染者吐出的瓦斯 经过火焰后 仿佛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月灵在怒吼 这些瓦斯 究竟是什么呢 好不容易找到小钟 可他大概因为机型不同的关系 被其他步行机当成一类 团团包围攻击 虽然小沙拼命往前进 想要救他 但步行欲实在太多了 将他越推越远 越推越远 他只能看着小钟 在眼前支离破碎 从此消失在他的世界里 记者则告诉小沙说 我找到线索得知 目前还活着的人都逃往国外了 海上有艘船很安全 所以我帮你找了艘船 你就搭这个去船上求救吧 然后刚才老有的档案 我已经存到USB里了 请你代替我将真相攻诸于世 因为我刚才不小心被弄伤感染病毒 命不久已了 祝你能平安活下去 最后 整个世界都被步行人入行攻占 只剩下天生对瓦斯病毒 有抗体的人幸存 听说步行机不是人类制造的 内部没有一根螺丝 怎么组装起来的都不晓得 可能是在深海底部 自然形成的吧 有如湿臭一般的味道 会有消失的一天吗 看完后我就在想 我是一只鱼 水也空气 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 没有你 想离开水的鱼 快要活不下去